双新家庭负担大 就怕孩子没有地方托育 新竹县议员何建华 宪政总直询 要求县府增加湖口幼儿园 并加设两岁专班 让家长能够安心工作 而湖口长期塞车 计划增加第二交流道 也建言衔接洋头高架 提升交通便捷 双新家庭爸妈都要外出工作 小孩却没地方安顿 家长向民带反应 县议员何建华 宪政总直询 关注两岁专班要增加 针对幼儿园的部分 目前我们县内 非常多的双新家庭 当小朋友到二岁至三岁的时候 他们在就读上 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学校各方面 家长都找不到学校 尤其小朋友那么小 变成很多双新家庭 就为了小朋友而放弃了工作 回家带小孩 一直到小班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重新回到 所以针对幼儿园的部分 我希望我们县府教育局这边 能够多多的来支持 让我们双新家庭的家长 能够更安心 何建华说 有家长反映 虎口工业区交通打劫 缩短通勤时间 只能就近托育 但却没幼儿园 只好辞职自己带 要求县府增设幼儿园满足需求 县府回应 虎口幼儿园可收拖 两岁的有18所 307个名额 113学年度还要在增设 核心国小富幼一班 以及文小飞盈利幼儿园两班 预计再增加40个幼幼班名额 幼幼班也就是两岁专班的 数量够不够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教育局 马上去清查去了解一下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要想办法看怎么来补足 那第二个是对于这个 羊头高架公路 如何在我们第一条高速公路的闸道里面 能够可以披荐一个直接下来的一个闸道 那这个技术上是否可行 那我想我们目前还不敢判断 但是我们会来尽量 我们会来立刻来跟这个高工局来协调 何建华已关注湖口第二交流道规划 目前公所办理修正计划 建议衔接羊头高架提升交通便捷 县府将转成高工局来完善湖口连外交通网 这边是否则